有国务卿布丁肯先生在会上公开的表示 美方希望各方都遵守国际法 希望要维护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不知道他记者会上讲没讲 如果他没有讲的话 我把这句话替他来宣传一下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美国说这种话了 美国干了多少 侵犯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 现在他想改邪归正 那是好事 我们鼓励他 但是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首先就在台湾问题上来履行这个承诺 履行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再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再纵容和支持台独的势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